HELLO 大家好,我是環宇船部Nelson 歡迎來到大灣區,歡迎來到港人喜歡的深圳 我們環宇船部的深圳展廳就在盧口旁邊 一出田梯就會見到商業城一樓的1103號舖 可以為十分之方便 我們環宇船的免費體育團是田田出發 我們精心觀算過百個賞盤 讓你去到現場最真實的了解樓本的情況 以及周邊的地段交通 以及周邊的配套環境等 當然還可以品嘗這個最地道的美食 那現在山家看到了 今次送來環宇看樓三步 想起防曬雨遮礦泉水和塞子溝 全程為你遮風防雨 用心為你安排著遮涉你的行程 讓你買得安心又放心 現在撥打熱線電話 69630900報名 好 大家好 我是桑浦黃Andy Hello 大家好 我是萍姐 萍姐 今天我們來到福田了 回香港嗎? 不是 因為經濟宇都這個盤 最近很多人關注 大家都不知道怎樣坐車過去 那些車程是怎樣的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我們就特地在福田口岸這個位置 我們就坐地鐵過去那邊看 嗯 好啊 還有看看多久 是的 OK 不如我們現在看看時間 好嗎? 現在是2點35分 你可否把錶放過來看看 可以嗎? OK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坐地鐵 OK 什麼線呢? 現在是10號線 我們坐3個浸就到了宮下北 那我們就住14號線 好啊 跟我來 好啊 好了 我們先進去 OK 萍姐 現在我們就來到這個藍的雜碼 是 這出考 OK 那我們用了多久時間了? 一個小時都不用 剛才我們是2點35分出门的 現在就是3點32分左右 真的用了多久? 57分鐘 57分鐘 包括等車 轉車 走上走下 還有平車里的速度 那我們大概就用了接近1個小時 就來到這個藍藥站 那我們由這個藍藥站的移出口 再去回這個樓盤 上次我們都試過了 2分鐘 1分鐘的時間 走路就到了 那就是整個時間 大概是1個小時 是 OK 現在我們再走去樓盤那裡 總結一下好嗎? OK 萍姐 那我們就總結之前 再講一講這個交通線 好嗎? 好啊 不講區位圖了 好 好 講交通地鐵圖 好嗎? 好 好 那現在我們的位置就是這個藍藥站 是 遠景會多這個位置 OK 它是屬於14號線 是 那我們剛剛就在福田關出發 先坐10號線 來到江夏北 3個站 3個站 江夏北就是平時我們購物的黃瓶廣場 是 是 那江夏北再轉14號線 那就會來到這個藍藥站 就是這條白色的 閃一下閃一下 這條 14號線 沒錯 那全程呢 就包括了這個10號線的 總共13個站 是 OK 全程一個小時 是 還要是平遮你的速度 我願意慢一點 是的 那門口的廣告沒有寫著什麼 兩站到這個大運 九站到福田 是 究竟又怎樣玩呢 同樣都是趕14號線的 嗯 那我們樓盤出發 兩個站就到大運 是 那即是我們第一條片 這個樓盤第一條片 記得我們拍了個GoGo Park 記得 就是這個商場 就是這個大運站 是 OK 很漂亮的商場 是嗎? 那很多東西玩 那如果你多多幾個站 九個站就會來到福田 是 黃沐江是屬於福田 是沒錯 OK 10個站就趕下筆 是 是 OK 那這條就是14號線 嗯 那如果在樓盤過來的話 要怎樣轉呢 在樓盤啊 是 複雜一點 多兩個站 是 那我們就在樓盤出發 就坐1號線 去到這個老街 跟著在老街再轉3號線 來到這個布吉 布吉站呢 再轉這個14號線 亦都同樣可以來到我們這個南的站 是 全程呢就有15個站 是 大概都是一個小時一點 OK 但是轉車就轉多一次 嗯 OK 那好像未來的話呢 有兩條地鐵線都在這個浸 是 沒錯 但是沒有這麼快的 是 一條呢就是23號線 一條呢就是31號線 去到哪個 那23號線呢就是這個龍桿 去這個大盤的 是 那以後去哪個 那些 那些 是啊 那些什麼葵涌大盤那些 去到的了 就由我們這裏 去的 是 另外呢 還有條31號線 龍桿 往來這個平山 OK 是 那就是坐高鐵 高鐵 是沒錯 除了坐地鐵 除了在福田 或者狼湖過關之外呢 我們在香港同樣都可以坐高鐵過來的 是 在西九出發 嗯 可以來到這個平山站 是 跟著平山站 那大概呢我想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OK 90元 那會來到這個平山站 跟著平山站 平山站再轉過來 六個站 就來到我們這個南若站了 又或者可以不坐地鐵的 你叫滴滴 兩三個字 來到的了 是 那大致上那個交通呢 我們在上來的交通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進去再總結了 好 OK 那我們就在這裡總結一下 好嗎 那今天的交通篇 我們先講一下交通 好 因為由於龍江對於香港人來說 就不算很熱門 是吧 通常都是屬羅湖、福田 就算龍江都是屬布吉 是 所以對於南若來講 可能很多朋友來說 不熟悉的 是 但是因為我們這裏 有個這麼經濟的樓盤 必然要介紹給大家 那之後呢 就吸引到很多大家的眼球 但是呢 很多人就問 怎樣來 所以就衍生到我們今集 怎樣搭車過來這個樓盤 是吧 那我們今天就在福田關出發 搭10號 是 是 那來到江下巴 是 是 今天再轉14號 來到南若站 全程大概1小時左右 還有平遮的神速 我走得慢一點 就知道了 是 平遮的神速 包括走上走路 等車等 那些 不算很快 但是盛載 全程地鐵 就方便 是 非常方便 一出關就有地鐵站 一回來樓上就是我們這個樓盤 是 兩分鐘路程 兩分鐘 走路兩分鐘 就到我們這個樓盤 所以上算方便 還有成本低 是 福田100元 如果你是60歲或以上的人士 免費 所以成本是很低的 是 我覺得不錯的 方便的 還有配套也不錯 配套 我們門口有商場 雖然還沒興建 但是暫時可以回到大雲站的高高拍 你可以走到尖沙咀 是的 還有我們這裏六七分鐘 走到尖沙咀 購物中心和網馬 是 上次我們試了 這裏一出去 就走回對面馬路 是 就是經行人天橋 走到對面 其實六七分鐘 你就可以走到尖沙咀和中心 是 那裏就有Wallmark 還有一些食肆 那些 還有六七分鐘 都不想走的 我們旁邊那幾個屋卷 下面都有些 新墨超市 食肆 湖南菜 東北菜 什麼都有了 配套也算方便 OK的 OK 還有這個樓盤 有文水文電 是 還有露台 是 公園就不多 特別是露台 就真的不多 是的 而且管理費也不算高 是 4.8 是 經濟自己管理 OK 因為你現在一公公園的位置 你也要留下移送的 是的 沒錯 那這裏就經濟自己管理 4.8我覺得就不錯 便宜的 就是公園來說 便宜的 那 還有什麼補充 價錢 是 漏了這個價錢 其實我覺得這個樓盤 賣點不是交通 不是配套 不是民水文電 不是露台 而是價錢 是 因為六十多萬 六十二三萬 能夠買到深圳地鐵上蓋的樓 今時今日 2024年 能夠可以做到這件事 是一個經濟 是 因為我們在惠州 賣的開放息 其實都是說四十幾萬 五十幾萬都有 惠州 現在是深圳 是的 所以如果你說 你追求女兒的話 你跟女兒說 我在深圳有一層樓盈點 還是在惠州有一層樓盈點 不用想 當然是深圳 還要裝修給你 六十幾萬 你不要理會她的職位是否漂亮 樓底有多高 你真的用六十幾萬 能夠在深圳地鐵上蓋買到一層樓 你就贏了 OK 早幾天還有五十八九萬 不過那些是三樓 發展商早上拿出來 下午也買了 那兩套只買五十九萬 買三樓 沒錯 現在六十二三萬 是買到中層的單位 高層的單位 所以 不需要擔心買到什麼劣質貨 總之你六十幾萬 買到深圳樓 地鐵樓 地鐵上蓋樓 真的便宜 你現在單價才是一萬七 便宜 是的 有裝修 唯一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收樓時間 沒有那麼快 是 多久? 二五年購樓 頭?中?尾? 中? 中? 是 合同寫中 是 但是虛發商的話 頭的話 可能都會收到 最快就是二五年頭 是的 就可以收到樓了 是 那這件事大家自己去平衡 去評估 去評估 京基的品牌 上次上一集 我們那個配套片 也都去看過 一些 京基100 京基100 他這個發展商 就是深圳的一個大地主 大家在深圳玩開 我相信都很熟悉京基這個品牌 是 大量的商場 大量的辦公室正在收租 是 就不和某些發展商 只會買賣樓 是 我覺得就 OK的 這個品牌 如果大家對這個老闆有興趣的話 可以隨時聯絡我 或者聯絡阿英姊 我們讓你過來看 好嗎? OK 那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